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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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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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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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第五行 第五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禅定 因为禅定有清安乐 内心也非常的舒畅 那染灼 就会染灼于 单灼于禅定方面 这样叫做未禅 以为它是一种 究竟的功德 那误会了 那其实这个境界 还是有一点点虚妄 但是它的内心 还是很真实的 所以只能判它是 菩萨的清构罪 所以叫做染污起 在属于 与其菩萨界的 这个叙述清构 最叫做染污起 有上过课吗 是不是 回去再翻一下 这个名词的意义 就是这个部分 再过来看到 第五个元 假如缺的话 有什么状况呢 第五个元 就是所谓的 有欺狂心的意思 欺狂他人的心 但是假如缺少 缺少第五个元 就是反过来 没有要欺骗人家的心 没有要欺骗 法杖大师就讲到 祸种不犯 就是或者龙种的来讲 不是想要骗人 当然就不会犯罪了 因为没有狂心 完全没有想要欺骗他人的话 或者是判他是犯了清罪 因为呢 以不审 就是详细的审查 就是他出心大意 讲错了 比如说我们 好像不晓得哪一位 近代的大德 不晓得是不是法杖大师 还是哪位 说到说 讲错话了 他骂他自己 自己骂自己 说我真的像 很像这个阿修罗 但是他讲错话了 说我真的很像阿罗汉 对不对 讲错话 那虽然是没有 很详细的检查 自己嘴巴 讲什么话 对不对 初心讲错了 所以叫做悟 这个心之边的悟 跟言之边的悟 是一样的 就是耽误他人 只是讲错了 这样子也有过失 那也是犯 这个清 犯清的罪 再来看到第六个元 道圣律主的戒书就说到 这个说过人法 那缺了说过人法 就是说的不是过人法 那现在讲的就是不是过人法 是人法 不是圣人的法 而是凡夫的法的意思 这样懂吗 那比如说在撒婆多论就提到 自己讲自己持戒很清静 内心的淫欲心 没有再生起来 这种状况 有时候凡夫的外道 或是一些凡夫 努力在修禅定的人 他也可以做得到 是不是 看到女人过来在她面前 这个没有穿衣服 她都不会动心 是不是 而且你去检查她的 一些鼻屋的反应 整等的反应 也没有看到 也可以做得到 是不是 这样子讲的话 就算是一种下罪 下等的罪过 再过来 如果自己不诵 就是没有读诵 四阿含经 就是没有读经 也没有修禅 修止观 然后反过来说 他有读经 来这个禅作 你没做 你自己说有做 对吧 这样子的话 虽然不是讲过人法 对不对 但是这样子 等于是说妄语 明明早晚课没有做 也没有去参加 禅作班什么的 这样去讲的话 这样就犯到偷懒 就是中等的罪 就没有去修 说自己有修 再过来 我们时间关系 这个林志律师的解释 我们就跳过去 好不好 回去大家看一看 有问题在说 应该都已经在 宣主的这个文字 都已经讲过了 只是他把它再详细解释 差不多意思 再看第七个原 说到戒 也是道宣律主的解释 说到自言以正 说到自己 这个缺了地 说自己已经正德了 但相反就是说 缺这个原就是说 没有说自己正德 就是没有讲自己正德 那这样子有什么 那这样子有什么状况呢 第一种就是 或有功德 在讲的是 说的人 他没有犯罪 只是探三宝的功德 对不对 说这样子的事情的人 他没有罪 你看就讲到三宝 他们好厉害 可以飞天遁地 没有错 虽然我们没有正德 但是我们讲说三宝 正四国以上的圣人 他们有什么神通力等等 对不对 这不是假的 这是在赞叹他们 是不是 所以没有罪过 反而有功德 第二种情况就是 会得到图吉罗的小罪 比如说讲的 不是过去的圣人 祖师 而是自己的师长 那 也没有错 他师长有些功德 有些神通之类的 比如说是 所谓的现在叫做什么 开悟之类的话 对不对 讲这样子的话 那 假如万一师长没有这个德恨 那也要 那也要 来 这个 判 他是下罪的情况 因为事实与 说的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还是有罪 是下罪 当然不是为了名利 这时候就要犯到中罪的偷懒 宣说他这个别人或是自己的师长他们有圣道 为了是要来赚取这个名文利养 那这样子用这个方式来过活 过生活 邪命治活 对不对 那 得到这种不正当的利养 就是中罪了 邪命 那假如讲自己是正德了 那就 更上一层就要犯中罪了 那如果不是为了名文利养来宣说 就是下罪 这样懂吗 自己 我们总和判 来再 总和 综合一下 就是自己 讲自己是为了名文利养 就是中罪 那假如讲别人 得到的 为了是要得到不正当的利养 那是中罪 但是不是为了名文利养 那就更下一层 叫下罪 这样三等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这样分起来大概就 中罪 中罪 下罪 还有什么 三保无罪 对不对 无犯 四种情况 那再来行中记的解释 这刚刚已经说过了 我们就跳过去 再看到第八个元 假如缺的话 是什么情况 法杖就引出第一种 第八个元缺的话 就得了众方便罪 什么意思呢 第八个元缺的话 第八个元叫做 言聊聊 张聊 对不对 就是说不清楚 把情况说不清楚 就得到重的方便罪 因为呢 因为呢 虽然是 讲得很快 急急 急急语 急急说 讲得很快 讲不清楚 可是别人听懂了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听那些口急的人讲话 是不是 所以讲得这个一直在跳动 可是呢 我们就好像我们在听小孩子讲话 对不对 我们还是知道他的意思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得到重罪了 这种情况 第二种就是 虽然没有讲得很快 可是像哑巴一样 他用手语来说明 像指挥交通这样子 对不对 这种手语 手势 也可以来欺旷别人 狂骗别人 比手画脚 别人就听得懂了 对不对 那这样子 这样子 虽然嘴巴没有讲 可是他就相同于口业的言聊聊 也要算犯道的重罪 这是言章了的情况 好 翻到下一页 最后一个言 假如缺的话 有三种情况的罪 第一种 最后一个言就是 前人灵解 相反就是前人不灵解 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 知道 不会灵解 第二种就是 不知道对方不会灵解 再讲一次 第一种就是 知道他人必定不会灵解 这就是缺第九个言 对不对 这是得轻的方便罪 那假如不知道 对方不会灵解 那就怎样 得了重方便罪 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不会灵解 可是可能他会灵解 是不是 那就有这个灵解的成分比例在里面 那就要判重一点 就要判成重的方便罪 或者是说 讲了以后 要生起怀疑 听的人生起怀疑 以为你可能是圣人 那就是 也要判为重的方便罪 就有一些 小部分的一个 罪的一个差降 再过来看到 开源的部分 止恶 这里面就 举出这个 合注跟形式操的解释 首先这个 所谓的开源就是说 对方 这个 有一点 类似精神病的状况 有狂乱 癫狂 散乱 或者是病坏心 这种情况 就不犯罪 就算开源了 或者是说 他后生 也就是上一辈子 他有受过菩萨戒 可是第二生 下一辈子呢 再来的时候 他不能抑制自己 曾经受过菩萨戒 不能够乱讲话 这个也是开源的 那还有什么 其他的一些情况 像细笑说 个别的一个开源 开玩笑说 这个也是开源 但是 所谓的开源就是 没有犯到重罪 要结小小的突几楼罪 应该也要算 嬉笑 就跟那个 杀弥戒的那个部分 不能够 一些小小的突几楼罪 这样子的意思 还有就是误说 也是一种 前面也有提过 这也是开源的 这个要说凡夫的阶位 可是讲成是圣人的阶位 那不是要骗人 只是讲错了 那不犯 或者是向别人来说 在讲佛法的时候 我们也前面讲过 这等于是在宣扬佛法 宣讲称赞三宝的功德 是不是 实地菩萨的阶位是怎么样 有哪些情况 或是小圣子四国的阿罗汉阶位 是怎么样 他的介绍佛法 那不是讲自己会不会挣得的果位 是不是 所以这个也不犯罪 再过来就看到这个 再过来看到底下的 显示这个 口业的第 其他的四种的过失 也就是大妄语之外 还有所谓的什么 妄语 妄言 恶口 两舌 其语 是不是 那因为这个部分 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就跳过去 将来我们再讲 在家背览的时候 还会再提到这个词戒篇的部分 还会再讲 到时候我们再来讨论 那就跳过去 所以就翻到 两页三页后面到哪里 到两百页 第两百页 两百页的 二十六 第六行 两百页的第六行 这段话 在家背囊没有讲 是慧信法师的一个 总结的一个结果 我们把它看一下 因为我们再跳过去 在家背囊再来讲 怕这个没有讲到 好像这样讲也没有意义 因为都没讲 在总结来说 好像没有什么意思 那再跳过去 好不好 那再来 魁山的部分 便监制 便监制的地方 因为在讲 是 于邪菩萨界的 清界的部分 是 间带得要来辨别 但是 假如我们没有 假如我们没有学过 于邪菩萨界 当然这个要讲 这个就跳过去 好不好 这三条界 就是调戏界 是在于邪菩萨界 也就是地词 菩萨界的清界的 第十条界 那于邪菩萨界 是第十一条 虽然 于邪菩萨界 跟地词菩萨界 这个项目不一样 但是有一个 总说跟这个 就是他们的 编排方式不一样 但是 意思都 完全都包括住 那项目上 不一样 那于邪菩萨界 也是相当于十一条 回去看一下 就是调戏界 那再过来看到 子二 两百零一页 这个大致的部分 四经 跟这种 四论的经 四论经十戒 在讲到 世间这个 经常 所说的一些事情 这条界是相当于所谓的 虚谈 气实戒 讲一些事件的一些 没有意义的话 跟佛法无关的话 这条界 就也是 在二十一条界 第二十一条界 第十经是 第二十条 那于邪菩萨界是 清界是二十一条 回去查一下 那第三条是 取四禅界 在第十经是 第二十三 那于邪菩萨界的清界 这条界就相当于是 第二十四条界 贪味 净绿界 大家回去再复习一下 好 我们翻到 这个两百零二页的 倒数第五行 两百零二页 倒数第五行 总变轻重 浓肿的来辨别 这些 犯界的这个轻与重 这里面这个法障大师的书 就在说到 这条界呢 妄语界的过失是很难守护的 那一般人呢 都很容易来违犯 那当中呢 有两种的分别 我们分成两部分 首先就是先融通 先通就是融通的来讨论 后别就是后面在个别的辨别 有这两种的分别 那通论来讲 融通的讨论当中有五点 第一点呢 就是身口来打大妄语 那位正严正 第二种就是小妄语 见言不见这一种的 这说谎话 第三种就是起望于想 就是生起想要打妄语的想法 那当然这个业道罪 这样来判别 分成五等 当然前面就是比较重 大妄语比较重 小妄语就比较轻 是不是 再往下来看的话 第三种情况就更轻 只是有打妄语的想法 那第四种 缺缘无犯 就是像前面讲过的缺少当中的缘 就会判为没有犯到这一条业道罪 就是判得比较轻一点 最后一种就是方便的妄语 就根本不犯 就根本不犯 为什么呢 因为他打妄语是为了众生 不是为了自己 而且不但不犯罪 不犯戒 不犯罪 这里讲应该是不犯戒 但犯不犯罪 就要看国家法律怎么判 他不犯菩萨戒 也不犯比丘戒 但是别人要告他说 他说谎话 那也没办法 但是他有得到福报 有得到福报 有得到功德 就像我们前面讲过 他为了不要让这个鹅 鹅把这个宝珠 国王的宝珠把它吞下去 那故事有没有 类似这样子 他就是要打妄语 没有看到 不知道 即使被老板 把他打得快要死掉 他还是不讲 打得死去活来 这样子 他还是不讲 但是他这样子得到福报 再过来看到别变 也分为五种的等级 罪过来讲也是 第一种就是约着境界来讲 约着所欺骗的境界 还有约着你所说的事情 第三个约着你所做的目的 比如说 比如说你是为了明文立养 是不是 这样的目的 这就是约所为 第四种就是约心 就是约着打妄语当时内心的情况 那第五种就是约着你所说的这个言语来讲 来辨别 大概可以分成这五 五种状况 那分别有几种等级 第一种约的境界来讲 有三种等级 就是约着欺骗的对方 是我们对我们有恩的一个境界 譬如说是父母师长生保 是不是这样欺骗他 就是罪过会比较重一点 就是对于这些世间尊贵的人 叫做尊人的境界 所以来打妄语当然就是比较重了 只是假如是佛菩萨更高级的话 他根本不会受骗 是不是 当然我们前面有讲过 佛菩萨不会被你骗 所以比较轻 是不是 就会比父母师长或是生保生团的罪 就会比较轻一点 父母师长生保打妄语就比较重 但是圣人的话就比较轻 这个意思前面讲过了 第二种就是向对的大众来打妄语 这个就相对会比较 就是这里面不是从轻到重 不是从重到轻 对不起 我没有看清楚 但是假如是对的很多人来讲打妄语 是不是数量会比较多 那是不是 这个一层一层算上去 是不是 就会比较重一点 还有呢 那假如让他对方这个人生起极度的脑害 将来打妄语 那是不是 他不是听一听而已 不高兴而已 他是很大的伤害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那个离间语或什么的 对不对 他很受不了 甚至叫自杀 对不对 这种罪就比较重一点 所以是前轻后重 这样懂吗 对于境界来判的话 这三种境界 是前轻后重 第二种 约的事情来判的话 所说的事情 也有三种 三种等级 假如约的 讲的是 叫什么 初世间法 初世间的 这些 教法 就是讲圣人得到的这些 正德的事情 不过其中也有一个开源 像在萨婆多论 多论就指的是萨婆多论 讲到 自言是佛 找到没 讲到如果自己 讲自己是佛 这个不会造成大妄语的重罪 因为大家都看过佛 佛是怎么定义 大家都知道 只要怎么会相信你 是不是 所以就不算重罪 第二种就是 约净法 约的清净的法则来看 也就是所谓的 禅定的一个等级 或等禅定的那些 清净的境界来讲 那些事情 那禅定因为是供外道跟凡夫 这种的禅定 或是讲到 我们有提过这个什么 外凡会的这个 外凡位的这个不敬官 属席官的这个正德的一个结尾的成果 这是属于第二种的事情 那第三种的事情就是 约着所说的世间的事情 就是跟这个正果跟这个德禅定没有关系的 普通的小事情 你有没有看到前面一个人 前面一只小狗走过去 或是前面的什么 你说倒望 你说没有看到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小孩 没有 像这样的事情 不见言见等等 这三种状况 那我们也很容易了解 就是前重后轻 前面的业道罪会比较重 那后面的属于小妄语就比较轻 再来看到第三种的情况 就是约着我们说妄语的目的来看 分为四个情况 第一种就是 由于打妄语的目的 是要为得 为了要获得像圣人一样的明文立养 而且自己呢 即见功德 就是自己见得这样子做 是有功德的 然后常行 就是恒常的做这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 做打妄语 不停止 甚至还登广告 像这样子的状况 这就是第一种 为了明文立养的目的 第二种是为了得到世间的名利 世间的明文立养 跟圣人的明文立养 当然有差别啦 是不是 那就比较降一级啦 那假如是想要得到率额狂他 率额就是随随便便 随便的想要来欺骗人家一下 什么目的 也没有什么目的 就是要骗一下 对自己也没有利益 当然对别人也没利益啦 嘴巴就是控制不了 就是要骗人家一下 跟人家戏弄一下 这样就降低一层 第四种就是为了规避免苦狂他 目的是为了要避免除去种种的痛苦 来欺骗别人 那业道罪当然比较轻啊 就好像这个什么 为了自己做伪证啊 是不是 我讲你到底有没有贪污 贪多少 没有 你故意说没有 是不是 明明有贪 有拿黑包什么红包 是不是 就说没有 免除这个被被监牢的痛苦 那欺骗法官 欺骗这个法庭上的相关人士 那罪就比较轻一点 第四种的方式来判别 就是约着内心的状况来说 所谓的三性心 就是善恶无忌 这三性的心 那有所谓的单双一合 就是善有善有恶 有善无忌 有恶还有无忌 三种是不是 三种双 是不是有七种 对不对 善恶无忌是不是各一种三性 善性恶性无忌性是不是各一种 这叫做单 那双就是这三种把它各取两种 就是双 三种的善恶无忌 有善性有恶性 有善性有无忌心 有恶性有无忌心 这样是不是三种 然后假如合起来 是不是就是三种都有 是不是有七种 对不对 那这样子来看 就是前轻后重 轻重准照前面的叛反 前面有这个 盗戒或是杀戒那个这样的判别一样 那恶性就有三丹 是不是三双一合 这个很容易了解 我们就调过去了 然后再过来看到什么 当然这个恶性 恶性 对 好像有点漏掉了 恶性 这个不是三 不是善恶无忌的三性 而是贪嗔痴 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恶性里面有三双 我们前面也有讲过 就是贪嗔痴 把它叫做三丹 对不对 还有三双一合 对不对 你都有提过了 那罪的轻重就准照前面的判法 在第五种 约着所说的话来说 所说的言语来判定 在实诵律有讲到 有人说呢 我今天不入是定 就是世间的禅定 像比如说是禅是空 那别人就问说 那你今天如何呢 我今天也不入 那是不是暗示别人说 我以前有入 以前有入定 今天没有入定而已 是不是 有暗示的意味在 那这样就犯到偷懒者了 这样懂吗 因为言语有很类似的话 类似的一个相貌的一个缘故 另外或者说我是学人 这指的就是指的是有智慧 有禅定 宋经 这些功德的 有智慧的人 叫做学人 或者是多文 就是广博多文 有利根 就是有禅定 宋经智慧的人 属于这些利根的人 叫做学人 那说他是学人 那就犯偷懒者了 就是中罪的意思 那如果说是高级一点 说无漏学者 就指的是 这个无漏道的 小圣皆味 就是指的是 出国到三国 这个都是算有学位 他这样来讲说 你得到出国 你得到三国 这样子来讲 可是自己没有正德 而说 那不是所谓的 世果那个正上慢的情况 那是你故意说的 跟你的正德的情况不一样 就要犯到大妄语的重罪 或者说有人讲无学 就更高级的 这个所谓的阿罗汉道 是不是 那你回答说 我懈怠不学 叫做无学 根本就是解释错误嘛 是不是 我没有学 那无学是真的是 无漏道的学 不是没有下功夫的学 是不是 意思解释不一样 是不是 或者是开玩笑 或者是细笑说 这些不符合这个无学真正的定义 这样在讲的话 这个呢 换到中罪 就是偷然遮 那假如是讲到自己 是什么 圣无学 就是自己是圣人 叫做无学 就是小圣来讲 就是世果 就是没有正道 而讲是世果 就有这个重罪 所以准 保障大师的解释说 准照以上 这些大宗 大部分的这个轨度 来判断 来比例说明 那这个业道罪的轻重 应该是可以了知的 这样懂吗 把这个大纲跟原则 这样讲一次 大概就这样子的一个 判罪的一个 轻重的判罪方式 分为五大类 然后个别呢 都有他自己的一个 轻重的等级 我们休息一下 再来看到 新五 以及新六 继续请大家 分开课本讲义 课本讲义 第203页 第203页 倒数第2行 倒数第2行 我们来看到 新五 七重六简 这个呢 很简单 跟前面一样 虽然也是一个 第五门的一个 判别方式 总之就是 倒数七重 都要共同来遵守 否则就犯了这一条罪 没有分 这样懂吗 再过来看到 新六翻到下一页 大小同意 以前也是提过啦 前面几条戒也是说到 这个大小圣都同时要 兼具的来制定 同样的来境界 同样的来制定 不可以大妄于 小妄于 再过来 三支通 通 通 散 或是念舍也可以 就是 融 融通的来说 就是一些开源 跟禁止的部分 那因为在五戒八观灾的 妄于 或是叫做妄言 恶口两舌其语 这四条 这个妄于界 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我们这里就不重复 文字完全一样 大家回去看一下 文字完全一样 我们就不讲 看到 我们就看到第二部分的 辩色 辩色 辨别的 辨别出一些 禁止的部分 翻到206页 怎么来辨别 这些应该禁止的部分呢 不开源的部分 那怎样来禁止 不开源来 主色 来说到 不开源的部分 法藏大师的解释 说到呢 这个塞 就是主 我念色 就是主色的意思 主色呢 就是遮止的意思 就是讲呢 为了自己 然后生起念头 想要打妄语 这样就犯到菩萨界 如同在这个文书 事例 所问经里面 说到呢 菩萨内心 生起的一念 想要打妄语的详华 找到没 这样子就犯到的 菩萨的重罪 也就是波罗仪罪 灰性华师的暗语 讲到 其想犯疑 就是生起 想要打妄语的想法 就会犯到了疑罪 这个听得懂吗 这个就是相当于 是在制定 灯地 还有灯地以上的这些菩萨 他们呢 动了一个不好的念头 就要判为根本的重罪 他们 修得很小心 一个念头不对 他们就认为判到重罪 自己都知道了 就赶快去忏悔 他们很厉害 我们不容易做到 常常动坏念头 自己都不知道 他们灯地菩萨都很 很细 那个念力很够 知道念头不对 就要 他认为自己就犯重罪 那我们假如普通的 发菩提心的菩萨 生起想要打妄语的念头 自然也是不可以 那当然是有 就是属于是 犯了远方便的罪 我们前面有讲过嘛 方便罪有近方便 中方便跟远方便 对不对 远方便就比较轻 是不是 但是近方便比较重 那远方便就属于 比较轻的方便罪 自己就要择心来忏悔 何责自己 这个是惠信法师的这个说明 再过来又看到 合著 他引出大波涅槃 不是大波涅槃 大涅槃经 里面的话 大波涅槃 没有错 大波涅槃经 大涅槃经简称 说到呢 一切众生虽然呢 都本具有佛性 然而要因为持戒 来修行 如此以后才能够清见佛性 那众生因为见到佛性 就能证得 这个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范语叫做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的一个佛果 那如果有人讲 那佛已经讲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了 只是因为烦恼所覆盖而已 现在不能了知 不能清见 那怎么办呢 那应该呢 我们就要心情的来修习 种种的这个界定会的一些方便法则 来断除破坏我们内心的烦恼以及执着 因当要了知 是不犯事根本重罪的 不会犯到大妄语 这是第一种 众生 有人讲说 众生都有佛性 他没有犯妄语 我们不要说 我们只能说批评他说 只是一种礼籍佛而已 是不是 不能说他犯什么犯罪 犯戒 不能这样讲 那另外有一种人呢 说到 既然佛讲有佛性 我们已经成就了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怎么样 那众生 因为佛有讲了 众生本具佛性的缘故 那有佛性未来必定要成就 这个无上正等正觉 或叫做什么 阿诺多罗 无上的正辩之 是不是 也可以这么讲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有的翻译家 翻译作正片之 三秒三菩提翻译作正片之 这个不同的翻译家 写的方式不一样 有他的泛译的一个翻译的一个逻辑 相当于我们以前讲过什么 就是什么 那个泛译在解释有什么 六合离世之类的 有什么有财事或是说医主事之类的 对不对 我们前面也有提过 就是因为有这个泛译的一个解释方式不一样 所以会翻译成这个不一样的翻译的名词 这个都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 没有关系 大家有兴趣将来去学泛语的话 就会学到这一部分 那总之呢 就是说他未来 他就讲未来他会成就 无上正等正觉 他讲成说 我现在就已经成就了 假如这样子来讲的话 我们就知道他这个人就是大妄于 就犯了根本的重罪 波罗仪罪 这样懂吗 那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每个众生都有佛性 理疾佛 都有佛性 以未修习诸多的善角方便 所以我们现在内心应该还没有亲见佛性 只是理上有了知 了解而已 仍然不能够说自己已经证得了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不能说我们自己已经成佛的意思 这样懂吗 这个是合著引这个大波涅槃经的一个解释 说到应该要来禁止这个大妄于的一个原因 再来刑事钞也有提到 他引出呢 道宣律主引出这个摩德勒结论 说到呢 自己称自己是佛 是天人师 这样就犯偷然 犯中罪 那自制纪的解释 这个也很好了解嘛 大约说一下好了 没有很多 譬如说这个 就是如同这个论里面说的呢 为什么称自己是佛 只犯到中罪呢 不会犯到大罪呢 因为世界上 我们前面有讲过嘛 世界上只有一尊佛嘛 是不是 不可能有两尊佛存在啊 所以别人不会相信你嘛 所以犯中罪的意思 是这个理由 第二点呢 佛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你没有那些长相 是不是 没有人会相信 虽然说我们理论上有 比较严格精确的来讲 转轮圣王也有八三十二相 转轮圣王 跟佛一样有三十二相 但是跟佛还是不太一样 佛还有八十种好 不要忘记了 三十二相是一样 可是还有八十种好 跟转轮圣王还是不太一样 这个稍微提一下 再过来看到 今时即佛 找到没 就说到呢 涅槃经 说到什么 一切的众生应该都有佛性 这是指的一般的 不是一般 就是一切的众生的本性 体性 理体上相同都有佛性 这个我们必须要了知 只是在事项上 只是在事项上 在作用上 而已 有这个佛性 但事实上还是跟佛有很大的差别 对不对 那这里面就举出两个例子 说到像冰的本质是水 那我们怎么可以看冰能够相同于水呢 水会流动啊 可是冰会不会流动 那冰河当然是在动啊 是不是 冰会流动 可是冰河 那理论上应该冰是不会流动的 不可能流动 水才可以真正的流动 而且那个冰河流动 也不是像水那么快 对不对 一下就跑掉 对不对 动得很快 冰河是慢慢的动 是不是 也是会动 像这样的例子 所以冰还跟水的性质 还是不一样 再举另一个第二个例子 就是像金矿里面的金子一样 金矿是很相似于金 也有一点点发亮 是不是 可是它仍然没有黄金的作用 因为里面还有很多的沙土 对不对 没有提炼出来 所以不能算是黄金 对不对 就举这两个例子 冰跟水 还有矿石的金矿跟金子 来比喻佛性跟成佛 还是不同的 那怎么可以这样子 这念什么 钱是不是 钱月 超越的我们自己的地位 来跟上位的圣人来比较 说我们跟他一样 这是不对的 这样子不但别人不相信 而且有时候还会迷惑 对方下跌的鱼翅的众生 让他误会 然后以盲倒盲 大家就受苦了 就不会发挥 佛的真正的妙用 再来放纵自己 因为这样子的情况 就会放纵自己 说我已经是佛了 就不用修了 就会懒惰 焦慢 对不对 其实他所做的都是一种 很卑劣的污秽的行为 因为没有惭愧心 把自己当佛 像这样子的话 都是佛性 他就没有这样子的 这个正量 就讲自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果位 说自己有这个佛性 秤性所生起的妙用 这样就不对了 比如说根本没有别人修正的正量 就学这个祭奠禅师 有没有 祭功有没有 经常所谓的祭功 就是我们所谓 佛教讲说祭奠禅师 他喝酒吃肉 什么酒肉穿肠过 佛在心中做 对不对 那是他有正量 可以这样讲 可以这样做 我们是生死的凡夫 不能这样讲 对不对 如果生死的凡夫 当下就是佛 那哪里只有你们这些人是佛 全部都是佛 是不是 就这个意思 另外在普贤观经里面 就讲到啦 譬如真那佛 就是法身佛 他就是遍一切处的 那么三合大地 这些都是无情的依报 都是法身佛的依报 法王的法身 也要算在里面 那这样讲起来的话 一切的无情 也是佛的法身 是不是 连石头都是佛 对不对 还有呢 甚至再夸张一点 再扩大来讲 软动 这念绢飞 轩还是绢 轩 再查一下 结如来障 软动 这些粪便里的区区 是不是会在那边 这个 他是会这样子 手来手去 是不是 慢慢的动 是不是 那轩飞 就是小飞虫 那他们都应该有 他是如来障 那前面说的一切友情 都含长如来障的功德 如来的功德 那所有的友情 这样讲也没错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受用 对不对 佛的境界 他那些均灰染洞 都是他的依报 可是我们不是佛 不能这样讲 我们没有那个福报 没有那个依报 不能讲这些事情 都是佛 那 持 有没有找到那个字 持 此 之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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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说的 概就是实在 以上所说的实在 都是因为 我们迷惑修行的阶梯的见识 所以在讲 有佛性 只是理及佛而已 我们就凡夫 就会直理以废事 把圣人跟凡夫一同来混乱 那等于是破灭佛法 毁坏别人心中的政见 像这样子的话 这种罪过没有超过这样子的说法 这样讲听得懂吗 所以自非达者 我们不是一个通达教理的人 谁负建灾 谁可以来 检查理跟事 这两种的差别呢 好 讲过了这个 辨别这个制定的一个 不开原则的说明之后 我们来看到心八 慈犯的果报 分为两段 一个是犯戒的果报跟慈戒的果报 认出 讲这个犯戒的果报 有四种 第一种是 溃出妄语界的 妄语的果报 何注就说到呢 这里面大概就说了四种 这个合注讲到 就引这个华言经的恶地平 说到这个妄语的罪过 会先使得 会使令众生 堕道三恶道 这句就相当于是 所谓的种报 妄语的种报 然后呢 辗转再生到人道当中 得到其他两种的 所谓的愚报 其余的果报 我在讲愚报听得懂 会不会写 种报跟愚报 这个愚报就是 有的好像写别报 这里是讲愚报 也有这种讲法 再查证一下 这个专有名词 这两种的愚报 第一种就是 大多被生到人以后 因为前世的这个妄语的罪过 还有些微的福报 些微的恶报 就是会被别人来毁谤我们 第二种就是 会被别人来诱骗我们 所以我们会被诈骗 集团骗的自己 也要想一想 有一些些微的果报 在这个作用 我们要小心 当然不要说怨恨自己 然后太责备自己 责备就好 忏悔就好了 赶快来修行 不要这个越折越痛 最后呢 犯不识 查不识犯不想 像这样子结果 这样也不对 有点像精神病 就麻烦了 不好 就忏悔就好了 我们自己忏悔知道就好 那灰心法师就说到这个暗语啦 所以我们剁道三恶道当中 就是指的这个 一手的果报 这里就有讲到这个 一手果跟等流果的部分 一手果就是 剁道三恶道的果报 是总报 那后面刚刚讲过 那两种的余报 相当于是等流果 这样懂吗 那另外还有一个增上果 在哪里讲呢 就是法战法师 所列出来的一个话 叫做对法论中 世金菩萨所著作的 这个对法论 他在列出 还有所谓的增上果的果报 就是我们打望雨的环境呢 就会自然而然会遭感 我们种下去的种子 不能够结成果实 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望雨 对不对 有时候会自然遭感到 这个 这个什么 干旱 类似这样的情况 不要说干旱 就是说 我明明可以开花结果 这个就种下去 别人种出来就可以开花 我们自己种就不会开花 对不对 这个像我以前不会 不晓得怎么回事 蓝花不懂 别人就是开了还好的 放在山里面绑起来 它自然就会好 对不对 所以我就没有那个概念 好像要浇一点水 早上起来常住这个 有些花花草草要浇一下水 果菜要 菜园里面浇多水 花也把它浇一下 但是要分别一下 那个蓝花可不可以浇水 那个浇水有技术的 你根本就是三个礼拜 或是两个月才浇花一次 像我们前面这个蓝花也是一样 你不能常常浇 你要去记录 上一次浇水 为什么不能用洒水 用喷的 细细的那个水珠子 水雾 雾状的在浇才可以 有时候浇水太多 糟糕它就 叶子就开始怎么样 就烂掉了 没有注意没有记录的话 上一个人浇过水 我们没有记录 所以还是管这个 管这个贡果的人 一个人就好 比较不会乱掉 那个记录有时候会漏掉 以为他没有浇水 我们把它多浇了 就浇死掉 那就麻烦了 会有这种果报 或者是说什么干旱 种子收成不好 类似这样子的 就是所谓的真善果 这样听懂吗 再来是 解约 这里面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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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所引的这个华颜金二地品的部分 他还有加以解释 说到呢 大妄语也分为三品 刚刚有点有讲过 面对有恩的师长 父母生宝 或是普通人或天人来打妄语是上品 对于鬼神畜生是中品 对于正果的圣人佛菩萨阿罗汉等 因为他们不会被骗 所以就是下品 另外也可以依照这个我们七狂心的一个强弱 来分成三等级 分成三 上中品 上中下三品 就是我们用 我们以前有讲过什么 方便时 根本时 根成义时 这三十都有心 那就最强烈 从头到尾都有这个心 在照做的时候都有这个心 那就是上品 那只要从 只有两 其中两个时间有心 那就是中品 那只是一时有心 那就比较下品 是不是 这个应该可以了解 还有内心假如有追悔 或是没有追悔 将来判别 也可以分成三个等级 照做的时候 还有照做以后 还有照做之前 有没有追悔心 我们是心刚情愿的 或是我们是很不愿意这样照做的 那就等级 虽然品级不一样 但是都会下去 是不是 要小心 到了地狱的受报的时间 或者是情况不一样 都要会牵引我们众生 会到三二道 这个我们要小心 要注意 再来小望于 则对上境为上品 这个也讲过了嘛 有恩的境界是上品 那他的罪是在七五 就是欺骗侮辱有恩的境界 这个就是上品 那假如是对于人天来讲 就是中品 那三二道或是阿虚罗来打望于是下品 这样听得懂吗 但是也可以约着心来说 约着有没有追悔心来说 也可以分成三品 前面也有提过了 来论这个罪的一个等级 那不管怎么说 都是同样一句话 会牵我们照做了 不管上中下三品 都会让我们众生到三二道 去受不同的受苦 比如会到暂时到出生到 或是暂时到恶鬼到 或是严重一点到地狱到 是不是 或者是受时 受的一个时间不一样 也可以都会受到这些不同类的罪跟苦跟时间 这样懂吗 前面都提过了 那最后来这个 玉伯社戒经的受戒品 这个部分 我们那个玉伯社戒经讲过了 回去看好不好 这一段话 这四行就不讲 翻到两百零八页 这个大字的论 第十三卷 这里面说到 如佛所说 找到没 忘于有十种的罪过 第一种就是有口臭了 我们就不一一解释了 时间关系 这个听得懂吗 第二种就是 善神会远离我们 非人指的是 鬼神 不好的鬼神 不是说是不好 就是说对我们会有 侵略性的鬼神 他就得到了机会 会来欺负我们 会来干扰我们 我们就不好修了 第三种就是忘于的话 虽然 以前受过的这个 因为有打忘于的一个夜报 所以这一次呢 讲说 讲实话的人也不相信 是不是 然后第四种就是 没办法跟狮子会 就不能够入会 别人不相信你 政府机关的官员 也不想在你参与 是不是 这些有智慧 要异谋的时候 不找你商量 是不是 就会排除在外 然后这个当然收入也会少 是不是 没有参与的机会 就没有表现的机会 将来升迁 也有影响 是不是 第五种呢 就是常常会被毁谤 被人家批评 那丑陋的声音呢 就会骗不到全天下去了 被人家听到了 那其实自己也没有那么坏 可是别人一讲 就把我们讲得很坏 我们就要自己检讨 是自己前世所造的忘于罪啦 这样来检讨 第六点呢 会有这个果报 别人就不恭敬 虽然我们有所教赐 叫别人要这样做 那明明课本就这样讲的 学生就不听 是不是 也会有这种情况 就不听你的 不来遵守你所讲的话 那你根本就连导师也做不好 是不是 就只好被人家骂 被上面的话 怎么管学生的 老师都不要走 像这样的情况 第七种就是常多忧愁 当然因为导望雨 常常会担心 我们是不是会被人家 拆破谎言 有这种担忧的心 会担心事情 会闷闷不乐 对不对 不快乐 是不是 就延续到这一世 那第八种的就是说 会种下未来 被人家毁谤的业 那 就延伸下去 就是 那导望雨 伤害别人 对不对 那当然别人也会来伤害你 自然有这个果报 是不是 会种下这个 这种罪过啦 也就是这一世没有受到 可能下一次会受到 类似这个意思 毁谤的因缘还继续在发生 这一世没有发生 只是下一次发生 有这种意思 第九种就是 身坏命中 就是 死了以后 就会堕到地狱去啦 受苦恼啦 这跟十三年道经讲的也类似 第十种就是 在身为人的话 三二道受完的总报以后 在转转做人的时候 有些别报 就会受到别人的毁谤 前面也有提过 是不是 就是这十种 再来看到恶口的果报 欧义大师解释 也是依照华言经的恶地品 来说明 恶口之罪 找到没 这个恶口所造的恶 这个罪业呢 当然会使我们众生 堕到三恶道去啦 然后若生仁宗 这个讲的差不多啦 跟前面讲的差不多啦 两种也是两种果报 不过这 他说的两种的余报 果报 讲的不太一样 就是听到恶劣的声音 声音会常常听到怪声音 浑身不舒服 别人听了也没怎么样 我们听到就这样子 有的人就是这样子 听到一些声音就这样子跳起来 是不是 很受不了 比如说小孩子在哭闹声音 他就受不了 类似这样的意思 当然小孩子的哭声不是恶声 但他就会听到觉得是不好的声音 或者是说这样解释 常常会听到一些怪声音就对了 明明别人没有听到你就听到 你是不是中邪了 类似这样的意思 第二种就是言多征颂 别人跟别人讲话呢 很容易跟别人吵架 到处跟人家吵架 这就是恶口的余报 他已经习惯这样讲 跟人家骂来骂去的 那这一次呢 下一次也是继续骂人家 是不是 因为已经习惯了 对不对 有点像这个等流果 习性都没有改变 会继续下去 再来呢 我们很快看到这个两舌 讲离间语这样子的果报 偶主也是引这个华元经的恶地品 说到两舌 会使令我们众生 当然就是总报的多道三恶道 那这个余报呢 讲的方式不一样 跟前面的方式不一样 两舌的情况跟恶口还是不一样 对不对 第一种就是眷属会乖离 因为我们讲向此说谱 向彼说此 在离间别人 所以自己也会受到离间 所以亲属都很容易怎样 会不容易好好的相处在一起 那有个什么 有一首歌是不是不知道谁写的 说什么操操脑脑是不是 够到你家 是不是够了是不是 那首歌讲的很类似 就是会彼此亲属都会很避恶 不好好相处容易吵架 或者是他投生 跟他投生在一起的都是一些品性不好的 所谓的什么禁诸者赤禁末者 会类似一样 我们有这样的习性 就会感召同样的人会在一起生活 我们品性不好 当然就会有旁边的人也是品性不好的 所以就会被别人所厌恶 这样听得懂吗 再过来看到其余有什么不好的状况呢 也一样是引华言经的部分 说到呢 当然也是第一个 会使令我们多到三个道 这是总报 然后辗转升到人中的话 两种的预报是第一种 讲话没有人会接受 相信 第二种就是 讲不清楚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口齿非常伶俐 可是讲一大堆 到底这意思是什么意思 我们听不懂 有的人是很奇怪 说得很有通 到底他目的讲什么 听不出来 会有这种果报 有的人讲一两句 虽然这个文词不很优美 可是人家都听懂了 果报不一样 再过来 这是患戒的果报 不好的果报 我们看到慈戒有什么好的果报呢 就引这个《十善与道经》说的 若离 第一个像不妄于果报 不妄言 假如远离什么 离开这个妄语的话 我会得到八种的天人所 八种的一种好的状况 就是会被天人所赞叹的法 有八种法 像在天堂一样的一种好的一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 类似天人呢 口中何尝是清净的 就是前面讲过的没有口臭 是不是 忘语的话会有口臭 这里呢 相反的是口臭清晰 嘴巴很清净 还有一种香味 像柚 柚菠萝花 这样子的香味 好像是莲花是不是 有种莲花 印度有很多种莲花 你再查一下 柚菠萝花是属于哪一种 那第二种好的果报翻过来 就是 为世间 为诸多的世间人所相信 别人会服从你 或是服因你 可以降服别人就对了 讲话别人听得懂 不需要用枪炮去打人家 你来讲了后 你就听了 对不对 像那些黑道 这些协调人 他们自己有一些福报 虽然是黑道 但不是说他们多好 道义有道 对不对 会协调的人 这些讲话 有道德的人出来协调 这两派就习 就是画什么 画干戈为玉帛 是不是 就有这种力量 第三种就是发言成证 就是你讲出来的话都是诚实的 可以当作证明的 当作证据的 那也会被天人所恭敬 被天神呢 他们所恭敬而尊重 像这样的意思 这个世间关系 我们就不要讲这些 其他的一些例子 很多啦 像子录啊 他很很诚实 所以他不会滥用 他的信用等等 大家有空去看一看 时间不够 不讲故事了 第四种就是 常以爱于安慰众生 恒常用以安慰的语言 就是慈爱的语言 来安慰众生 众生听到有安全感的意思 再来第五种就是 得胜意乐 得到殊胜的内心的意乐 而且呢 身口一三叶 怎样 非常的清静 不会被污染 第六种就是 讲话没有过失 不会讲错话 像我也是 可能妄语界手不好 常常讲错了 赶快的更正一下 上个礼拜讲错了 这个礼拜再来更正 有时候会有物语 内心恒常保持欢喜 这个听得懂 很容易了解 第七种就是 发言会 别人会尊重 所发的 你讲的话 别人都会尊重你 而且甚至天人 天神也会来奉行 佛讲的话 天人都会相信 都会来遵守 对不对 像这样子的情况 圣人也是一样 那第八种呢 智慧就会很殊胜 没有人能够来制止你 欺负你 欺负你 不会跟你反驳 这就是花报 但是假如我们再来 回向为究竟的果报的话 回向佛果菩提的话 那将来就会像佛一样 有什么 如来真实语 你讲的都是一切都是真的 一定会发生 就算别人不相信 琉璃王他 佛说 他这样做 等一下会怎么样 他会被烧死 我会烧死 我不要 要火来烧我 我跑到海上去好了 可是讲火讲的话 就一定会发生 他跑到第七天 就在火 船在海上 就起火烧死 佛的话是真实的 因为他不打妄语 时间关系来不及 这个境界品的部分 也就是大圣礼去 六波罗密经 里面的一品 叫做境界品 的四种的 慈戒的好的果报 我们下一次再来谈 好 向下文长 赴以来日 我们回向 请合掌 我们念 回向文 跟前面一样 就是四红四愿 再来 弥陀圣号 众生无边 试愿度 烦恼无尽 试愿断 法门无量 试愿学 佛道无上 试愿成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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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